植物能够通过发送特定的电信号来和周围环境沟通 但是人类要如何去采集和翻译这些植物语言呢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一个科学研究团队 就成功研发了一种可以通过电信号和植物交流的沟通装置 这不仅是推动了植物机器人的研究发展 同时还为环境保护和粮食安全带来了全新的科研方向 南洋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的研究团队 花了四年的时间成功研制出一套可以和植物交谈的通信设备 研究人员使用水凝胶粘合剂将微小的导电电极固定在捕银草的叶片上 使用智能手机中的应用程式 向捕银草发出特定频率的电信号 1.3秒之内就能让叶片像平时捕获蚊虫一样 慢慢地闭合起来 此外科学团队也将叶片拆下 连接到机械手臂上 制成植物机器人 当叶片接收到信号时 它能夹起一条直径0.5毫米的铁丝 与普通机械手臂相比 植物机器人能使起更加轻巧易碎的物品 将来有望取代传统机械手臂 为工业技术写下新篇章 我们使用木械手臂作为 soft robots 首先,木械手臂是 一种温暖化的物品 或者 carbon-neutral物品 比较为 man-made bulky robots 第二,木械手臂是很小的 除此之外,科学家也能通过植物本身发出的电信号 来了解他们的健康状况 研究团队希望 这项技术之后也能用来检测植物的异常情况和潜在病害 甚至还能作为环境探测器 这个研究团队更实在意 研究成果已经刊登在今年1月25号的国际知名科学期刊《自然》杂志上 目前他们正探讨如何通过电信号 让叶片更快张开 未来也希望能研发出仿真补银草 来完善这款植物机器人 马新社电视综合报道